哈囉大家好 三屆明星賽球員 目前還在自由市場代價而估的Daniel Murphy 生涯創下了許多打擊紀錄 雖然速度這個詞可能和他沒有太大關聯 但你們有看過他在季後賽一個影響戰局的高IQ道磊嗎? 在談到道磊之前 我們就要先提到Murphy在2015年打擊大爆發的表現 在當年季後賽 他對上包含書童Clayton Kershaw Z魔神Zack Granke John Lester 以及Jack Arrieta 這些賽洋等級的投手表現毫不遜色 接連從他們手上打出拳雷打 還成了大聯盟史上第一個 在季後賽連續六場比賽開紅的打者 也獲選當年國聯冠軍賽MVP 但除了他的打擊表現 當年在季後賽對上道磊隊的第五戰當中 一個關鍵的道磊 幫助球隊得到取得追平分的機會 在系列賽2比2的情況下 影響接下來的戰局 這個play發生在4局上半 Murphy打出安打上一壘後 利用下一棒Duda被保送的機會 原本應該停留在二壘的他 看到儀房的三壘手Turner還沒回去三壘 他就慢慢的走上二壘 然後突然換檔加速往三壘衝 到的道磊隊一個措手不及 讓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道磊的關鍵在於 即使Murphy已經發現 道磊隊三壘防線鬧空城 但他並沒有急躁的往三壘衝 反而等到快上二壘 道磊隊內野手臂放鬆戒心的時候 來個驚天大道磊 在落後1分的情況下 這個關鍵的判斷幫助球隊 獲得追平分數的機會 而下一棒也真的用高飛犀牲打 把他打回來 接著Murphy在6局上半 還打出超前比分的拳雷打 同時也是勝利打電 在這個高強度的比賽中 一個小小的決定 都有可能影響系列賽的戰局 賽後Murphy還開玩笑的表示 還好當下沒有人喊暫停 否則他的道磊會看起來很像在耍寶 最後我想要問大家 這個道磊排得上你心目中的經典道磊嗎? 還是有哪個道磊是讓你更加佩服的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請你訂閱加分享 那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